提起赵丽颖 相信许多小伙伴对她都非常的熟悉 作为我们心目中的女神 很多人也是时时刻刻在关注赵丽颖的 赵丽颖的人气非常的高 甚至说在这个圈子当中丝毫不差于杨幂迪丽热巴 所以很多人都对赵丽颖这个人充满着期待 别看她瘦瘦的特别弱小的样子 但是她却是一位拼命女王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是十分的努力 从跑龙套开始 就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 坚持以及自己精湛的演技走到了现在 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并收获了许多深爱她的网友粉丝 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赵丽颖这么多年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也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影视女王 有自己的多个影视作品 像《鼠山战绩》 《花千古》 《老九门》 《青云志》 《知佛》等等非常优秀的作品 当时这些作品播出时都受到了相当高的收视率 观众们对她的演技也都是非常认可与接受的 其实赵丽颖是在06年凭借夺的雅虎搜星比赛的冠军后 而步入影视圈的 能够拥有如今如此高的人气和卓越的成绩 都是她用自己的汗水所换来的 值得令人称赞 但就在事业的巅峰时期 赵丽颖却选择与冯绍峰结婚生子 让人十分意外 当时甚至有很多人并不看好她们 毕竟大家都知道冯绍峰是圈中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有不少绯闻和女友 而赵丽颖是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 所以人们都怕赵丽颖被骗了 但是婚后的她们却特别的恩爱 冯绍峰也非常的疼赖赵丽颖 节目上一口一个我媳妇我老婆的 直接打破了对两个人的看法 最终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婚后的赵丽颖还为冯绍峰生下了一个男宝宝 想想 本以为两人就此能够幸福长久 但好景不长 在2021年5月23日 两人还是宣布离婚了 从结婚生子到分道扬镳 她们只用了三年时间 让人唏嘘不已 不过对于离婚 赵丽颖很快就走出来了 甚至将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工作上 所以在离婚后的两年时间里 赵丽颖的职业生涯步入了巨大的转折 她先后接拍了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下 等现实项题材的剧集 走出了自己曾经的职业舒适区 开始自己事业的转型 如今的赵丽颖 时不时也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晒出日常生活的照片 前段时间更是惊喜出现了 与儿子想想的合照 此照片一出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可以说这也是赵丽颖 首次晒出儿子想想的照片 没想到四岁的想想已经长这么高了 照片中的她身穿黑色套装 一只手抱着妈妈 趴在妈妈的肩膀上 一只脚翘起来十分可爱 不过从这动作来看 小家伙应该武艺抄群啊 脚打的特质 颇有练家子的感觉 而赵丽颖配合儿子半蹲着 对着镜子拍照 身穿酒红色外套搭配灰色裤子 私下非常休闲运动 只是当天的她口罩帽子 一个都不少 儿子的正面更是被她遮挡得严严实实 相当低调 应该不想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吧 值得一提的是 赵丽颖还背着一个大包 看起来非常古 想必是与孩子出去 而准备不少儿童用品 真的非常贴心了